大家好,今天又要和大家拍摄收拾车站指南的影片 就是年轻影片 偶尔会和大家收拾车站指南 今天需时长一点 如果大家看到我右边这几盒的车站指南 都应该会猜到 今次又要将过时的车站指南传到过传档系统里面 如果大家有看过旧的影片 都应该会知道 这几个盒子是由开始收拾车站指南以来 所拥有的车站指南的那几箱 当然重复那些就没有放进去 因为如果重复那些都放进去 那空间就一定不够了 那变了就只有每一个站 每一个版本的一份在里面 当然有些如果我没有拿到的就没有了 那这个我先拿起来 因为这些是我之前未收拾的 一些要放进去的指南 但是未放进去 那这个我先拿开 这个呢就是之前 港铁送的一包 脱发线一旗通车的那包指南 那这个我都不特别拆开 放进去 因为它刚刚好一包 那变了这个也先拿开 那这一包呢 那这一包呢 讲解一下这个阵型先 最主要要收拾的呢就是 刚才的这一包 就是这边这一包 就要存档进去 存档系统里面 那接着呢 另外就是将这个 本身同大家拍摄车站指南快上的那一盒 都存档了 因为这里全部呢都是过时的了 就是自从这个团马线通车之后 那其他有些散烧烧的那些 再看一下需要放进去 因为重复我就不放进去的了 那我简单讲解一下这个传统系统 如果大家没看过我的旧片的话呢 那可以听一下 那呢就主要是分不同的线路 那之后每一个站这样 那每一个站里面呢就由最新到最旧的 放回那些版本这样 没什么特别的 主要就是要顺序 要不然很难找出来的 对了 好了 那现在就开始调整一下 我先调一下 我看回我自己上一条片呢 觉得有点反光 那我今次调调的角度呢 希望会好一点点 就是在反光的情况里面 那这一包呢 就是那个团马线通车的 和前马线一旗通车的那些指南 对了 那不是指南 其实它是开站前的一个介绍 那这些我就不特别放进去 都是有点反光 对了 我尽量走回这角度 因为我玩灯的问题 那这个就先拿开 那接着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搭的 诶 我先关了电话的声音 对了 那就是 我放在这一搭 那接着就整一下这一搭先 因为这一搭是非常之混乱 这个就是稍后传挡 这个我直接拿开这一搭 因为这一搭就是 填满线通车之后的那一搭来的 那这个就没必要去整一下 因为我只是传挡旧的指南 对了 这个就先拿开 那这一搭 那这一搭就是必定要传挡的那一搭 因为这一搭就是我之前拍片的时候 撿出来的那一搭 撿出来过期的那一搭 这个就稍后撿吧 这一搭 这一搭也不需要撿 因为这一搭是 因为这一搭是 团马线通车之后拿的指南 是帮人拿的 所以这一搭就先拿开 这一搭也不需要撿 这一搭 最主要是要传挡 这一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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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开始混一混 先把路线图拿开 先分开指南和其他海物 这些可以拿开,没什么用 在连转前清货,所以我拿了一大袋 因为职员都说不拿也要丢 只要拿多些,拿了很多 这些团马线的食客指南 没有什么特别的 送往台,原来这份送往台放在里面 这个拿开,傻了 那些服务快信 其实最近都比较多 拿着指南 因为有空回 之前真的比较少更新 其实很多版本都缺失了 因为我是2007年开始 草车站指南 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就拿得最多 到2015年的时候 因为一些原因 就没有什么更新 变了2015年 2015年那些我很多都没有 因为比较忙 这个 非常之搞笑 之前跟大家拍过 这个不关事 拿开 不过它挺有趣的 放在这里 跟大家见面 这堆应该全部是指南 因为我还要不再放在这里 一点 那些我还要看 因为之前就这样放在这里 都没什么怎么处理 所以现在是夹杂在一起 都挺温暖的 这些是什么 蜆径 对蜆径 这些是蜆径 这些是这些 海蜜 这些是纸蓝的 汉蜜 以前小时候很努力分一类 例如这些票价分一类 当时有六款 单程票、百达通、长者百达通 有很多款式的版本 当时会分缓别类包好 但现在越困难 整个包装放在这里 退步了 希望有时间可以收拾好 但一个量多了很难控制 有些旧的包装都已经包起了 因为实在太难控制 有些东西多上来 新杜伦的都放在这里 哎呀,接着也是纸蓝 舒服 新杜伦的都放在这里 这些不同的海蜜 下面应该都 看看 又是新杜伦 这个拿起来收拾 快点 这样可以 也会想要让一边 再复制 快点 再复制 再复制 就要复制 配备 一边 一边 沸腾 一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般的衣服是最漂亮的衣服 其餘的衣服我會送給人家 有些會拿來看看 這盒先拿開 免得阻礙鏡頭 現在位置有限 这两个是一定要存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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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拉这个过来 这个要暂时退下 好 移一移位 手表拿开 这个分类是在我小时候做的 这些卡片 变成了有些不更新 因为我当时做这个系统 很多线都没有 连这个是港岛线 原线都没有 然后 莫刚华南 总之很多线都没有 简单来说 所以 线的次序有点不适合 但我现在会重新 自己有个排列 我最主要是想跟回 之前车站指南快顺的次序 我太久没有移动 这几箱 所以我都不肯定 能不能全部放进去 其实大同小异 因为我自己心目中的排序 这么多年都没有怎么变 即是那些线路 首先 首先 港岛线 港岛线的字很搞笑 以前还会说 北角于将军路线 即如冲于将军路线 但现在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发生 因为我已经微调了 次序 哪条线先走 就会把我的阻放在那条线 现在应该是反过 北角于港岛线 即如冲于港岛线 就塞在将军路线的那条 不过我都不会再弄这些卡 好好心机 面前又写过架 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说错了 我应该由旧至新地塞 我自己也说错了 我实实太久没有搞那些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看看 先就是柴湾 顺便可以看看这些旧版的 柴湾 哇!最旧的这份 柴湾 给大家看看 东区 二元 这个是10年 我比较少去柴湾 所以我那时一开始草的时候 是没有去柴湾 是到10年才是我最久的那份 那有些比较常去的那些站 是旧到07年都有的 合併前那些我就没有了 那就柴湾 那我们现在放一些 不过这里好像没有柴湾 这一片 因为迟至今日我也是比较少去柴湾 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去的话 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去的话 好了 那我现在就放这份 先 哇!中间隔到好像太离谱 不过 不过 那我都不拆散放进去 所以我就这样放在这里 那就是柴湾 厚花串 厚花串 厚花串最旧的 102年 好 那我都不拆散放进去 我自己都很喜欢沙基湾的颜色 我前几天就很不去柴湾 前几天去过一次 那都经过站的时候 都觉得它的颜色 有车站指南颜色 它那个月台的颜色 但是我那天不记得了拿 不是不记得的 那天打算走的时候拿 但是走的时候 我没有再搭地铁 搭了的士走 所以就 没有更新到 不过不要紧 我已经有了 其实 真的没有去拿 本来打算拿多份给我个朋友的女儿 但是呢 没有都没办法了 下次再去 西环河 西环河 太古 太古厢 汁鱼葱 这条片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我频道里面最长的一条片 我真的不太喜欢这个版本 就是它以前有个红色圈的版本 觉得有点奇怪 它比较像其他刊物 我觉得呢 不太像这条片 米韩和西环多地铁铁華 没有帮她 只有这条片 我看见 就是现在让我看电视 不太大 有点帮助 嘉宸 我看见 我看见 你还有 天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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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锣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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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质儿木 成了紫色 变成了曾铜碎 顶端铜锣湾 铜锣湾 铜锣湾 但这一款我仍觉得还可以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又有19年 所以我其实这两年都疏于更新 有很多我都没有 反而在车站指南快讯留言的那些 那些就比较多 因为他们比较齐一点 但反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那段时间又有去 这两份又有更新 但是再在20年3月之后那些我就没有了 就直到去到屯麻线一期通车 接着屯麻线通车 这样 玩仔 玩仔 对 我其实最喜欢是17年那期的那些版本 就是你如果问我 玩仔 我前几天也是去过玩仔 然后 但是 忘记了拿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的记性不好 金钟 金钟 金钟都齐 因为那个中转站 都会多些去到 已经少了特意去拿那种情况 因为真的没有空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没有太多人拿这些字 他直接有一期想废除 听说话 这些谣言 可能是 在这里说一下 看到这份旧的 就想和大家谈一谈 就是 以前 2007年的时候 那个slogan是不同的 它是叫一路带动生活 到后来就转了一路心向着地 但是 那个设计上 看下差不多 而且图也没有转到 但是 太感动了 金钟 金钟应该不止一份 我记得 金钟有个二月的版本 我再看看 这里 看后 这一根号线 我甚少去 都是有人帮我拿 金钟中环 造成 公司 上环 如果大家有哪份版本想看或舊的可以留言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似乎大家对舊的没什么兴趣 如果这里有兴趣大家不妨跟我说 西盈盘 我现在最想去的站 我记得有多些 还有一个版本 西盈盘 香港大学 这些是新斩 不是有些太旧的 都算比较小 算比较少更新的站 香港大陆都 啊 刚才摆了很多小弯 先看看 这些小弯 我现在熟一条线 看看有没有摆留 这样就摆进去 香港大学 然后放进去 封面地成 再搅拌 封面地成 封面地成 一分炒了 但是没有来 好像没有一份多 封面地成 没错 接下来是南港刀线 但当时我已经没有继续间隔 因为我实在太懒了 我现在不特别掀起它 我之后自己再放进去 因为免得太久 现在其实也很久 南港刀线我先拿开 我现在不会剪接我的影片 因为我没有那些软件在电脑 而我手机呢 我手机我也不可能用手机拍这么久的影片 因为那条影片太大 我又不是常常会放进电脑那里 那就可以半岛了 以前也会去一下 但这段时间就少了 因为我现在工作也不用去 所以我可以搬到闪 反而会去尼冻 所以就会看到尼冻 比较多 尼冻 不过没用 因为它清货前仍然是这个版本 但我可以换个份 因为这个实在太炒 我换过一份 尼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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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蜜蜜 开洋公园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会跟全家人 全家人是连着表哥表姐 二妈姑姐一起去 都很开心 我妈的时候玩滑浪非常会开阶 然后人们就叫她散阶 有职员广播 其实想起来都挺危险 但没经没险 没事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挺好笑 但也觉得都挺危险 其实 不过好像说八月会散 滑浪飞雪 我那天看Facebook看到 那就是冬铁线 然后现在轮到 我又再开一点 冬铁线应该是我最多的 因为我最喜欢这条线 应该是我最齐的 这版本 不计算这一年来说 因为我近这一年真的很少 近身 但是呢 如果比起其他线来说 这个站应该是最齐 最齐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 冬铁线一开始的时候 全部都是蓝色 一路大同生活 之后就转一路灰色 这样 有些一包的 没有放进去 那变成就 就是这样 拿回 这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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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给大家消磨时间 这一包 很难全部都看完 太过长了 太和 反而 太和 反而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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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 再绿色 就变成黎色 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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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绿色 黎色 粉柳 黑色 再变深 再增淋绿色 再变深绿色 然后就是太和 说起太和 觉得挺搞笑 因为我小时候上这个数学堂 有一次就是要计算车站的距离 老师出了条题目问 为什么不可以平均地计算 当时因为我非常喜欢冬天线 所以我回答到他这条问题 当然同样地 因为我的同学不是太留意这件事 其实我估计是现在看我的频道的人 全部人都答得出的 我忘记了他那条题目是怎么问 但总之答案就是 因为你由粉岭去泰和 那个距离是长过泰和去大埔很多 大家如果答过冬天线都会知道 想都想到了 其实泰和去大埔去 基本上行都行到去 其实到处都行到 但这两个距离实在是近的 所以其实他搭的车站是很近 变了就是有个这样的回忆 是数学堂的回忆 都挺特别的 我觉得大埔去 大学 大学的颜色都挺好 它是油脂子中也是蓝色的一个站 因为刚刚它主色也是蓝色 变了它转圆也是蓝色 都挺漂亮 大学 industrial 都挺少 我现在也要填长了 变了一箱 现在变了一 croisader did gen 另外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说就是马场站的车站子舰是不用在马场那里 你可以在火炭那里也拿到 火炭那个下午中心可以问他拿马场的子舰 而且在火炭其实可以走去马场站 有时你马场不开的时候 你在火炭其实走过去都不是太远 我那时候又在马会做过兼职 都是在火炭那里走过去 还有我听人说 因为你在马场落都出去是贵一点的 特别收费 变了有很多马迷是会由火炭走过去 沙田 沙田在这里 沙田有样东西比较搞笑 就是突然间转到黄色 不知道为什么 差别太大 连色系都不同了 由暖色系 变了冷色系 类似 这个 其实不是冷色系 但是变了粉色 而且全个颜色 一会都会移动 由蓝色去前站过的颜色 也正常 有点可笑 这个也是由黄色 再用zza 再变成粉 紫色 更特别ное 不知是为何 我之前有问过 一些人 他们说不太清楚 那就大围 大围 我都比较齐 因为我妈会经大围 她常常会拿给我 所以就齐 九龙堂 九龙堂 我以前在九龙堂上学 我常常去拿 大围 大家可以看到版本比较多 大围 九龙堂 咦!我有份粉 你忘记放了 等下好像说到 先放入 九龙堂 黄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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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角冬的色 也转得多 挺搞笑 黄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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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内租 黄角冬 黄角冬 红盐 我看到有人在carousel卖车站指南 我在想是不是会有人愿意付钱买呢? 就是那些产品 因为如果是的话 就会很多人拿来买 我自己就不会付钱买的 你问我的话 都比较随缘 有就有没有就算 当然你问我 我都会想有15年的指南 交换那些我都觉得可以的 但是你说买我 我未必会拿钱去买 一份刊物 可能草了太多年 感觉有点不同了 这些指南 这个我拿出来收拾好一点 因为怕它跌来跌去 先搬唐线 对 黄埔 这些新站 看了这个有没有 黄埔 应该没有 我很少去 黄埔 黄埔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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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新站 是最初几份 这个是2007年版本 让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2007年12月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刚刚开始 车站指南 然后 有一次我去学习的时候 我妈就 她搭了几个站 拿给我 对 这份 都很开心 都很感谢 她 我有什么兴趣的时候 其实她都很支持我 而且 都会 拿给我 我也觉得很感动 其实 不知道她会不会听到 因为她有时候会看我的影片 但是 她应该不会有耐性 看到这一刻 因为现在我已经拍了一段时间 已经 我想她看头一点 太子 太子 太子也挺漂亮 她的粉红色 越转越淡 就是越转越沉 一开始粉红色 很漂亮 她以前是会找回附近的东西 一些图片 放在这里 她有时两幅 有时三幅 石劫尾 这两幅 然后 我先看看 有些是会三幅 石劫尾 冬铁那些 好像普遍都是三幅 对 而她地铁那边的站 就多些是得两幅 对 鹿虎这边都是得两幅 对 鹿虎这边都是得两幅 鹿虎这边 黄大鲜 这样倒下比較快一点 黄大鲜 鑽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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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脱色 彩虹这个颜色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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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很淡 我看看这颜色有没有 刚才不记得我没有看过 太子油太子油 落虹这颜色很淡 这个我待会放了 这几分 这个我待会放了 九龙湾 九龙湾 我之前有一份 它没有了 然后它就给了一份影印版 很搞笑 现在好像比较少给这些影印版 因为它可能都冻色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是不懂得拿 而是草 所以它也没有再做这些影印版 至少我最近没有见过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少去更新 就不知道了 即是究竟是什么情况 九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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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篦 九龙湾 八龙湾 五龙湾 九龙湾 五龙湾 四龙湾 5 lóg 現在反而少去郵堂 我很喜歡郵堂站的出入閘機 那一款是我最喜歡的出入閘機 接著就去到荃灣線 我想都整個小時 自己飛吧,我不剪接了 因為我沒有剪接軟件 在電腦上 而且我暫時沒有心情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都是整條房上去吧 你們自己喜歡看哪條線 我先去哪條線 荃灣線 荃灣 荃灣線 一路以來都是紅色 非常好 完全沒有轉過 由此始終是紅色 荃灣 大窩口 由此始終是綠色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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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芡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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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芡 荃灣 红色 荔枝角 长沙环 长沙环有少少转色 黄色变黎黄色 不过转变不算太大 深水埗 深水埗 绿色 绿色 深水埗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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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环 怎么会尖缎 这 cred 这 vivid 在拨到 林贝 收到 它是 simply 像是冰门 当时尖东斩仍在冬铁部份 有两份分开的纸铁 尖冬尖沙嘴 尖冬尖沙嘴 到最后就黏在一起 就变成黄色 全弯线 到此位置 我会往右边 我右边的位置 开始没位置 接着就到迪士尼线 我想跟回我以后的次序 因为原来都是有点不同 迪士尼线应该很薄 因为我比较少 一来它只有两个站 以来就 我都不会常常更新 不过我要想一下 放在哪个位置 不太记得 这一盒是什么 这盒是什么 其实这盒我都放了一点 哇 有个手指桃 在这 难怪不见了太久 原来我放在这 看看还有没有灯 曾经这个东西是有灯的 不过现在没有了 以前是它可以按下 它会亮灯 很漂亮的整齣 不过现在没有了 我有一些我要放在这 但还没有灯 我等会再弄这一盒 对 那就是迪士尼线 其實也不少 以前是放了列車 挺漂亮的 解鑫鎮 迪士尼也有解鑫鎮 再加上樂園 很可笑的 不知道為什麼 中間會變成綠色 很搞笑 你怎麼看 迪士尼都是配粉紅色 雖然我比較喜歡這隻 但我覺得非常搞笑 這個安排 弄得像柴灣 迪士尼 蝦鎮 然後到 之後就難撿了 想一想 因為它之後就是去到屯馬線 一旗 或者我應該把馬安生線撿 是不是 西鐵馬安生線 對 我現在這樣 這個順序都是對的 很搞笑 我當時已經是把兩條線黏起來了 不知道是 心理上 跟回它未來的路線發展 怎麼樣 拿出來 這個東通線 用後再處理 那 就看看 啟德那邊開始 馬安生線 這個都可以倒出來 這個之後可以放 哎 有條頭髮倒了 這個 我現在可以順理整張放 這個版本 就是這個 通車後的版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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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就可以和大家拍 這個 車站之南快信 好 對了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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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現在開始了 就… 啟德先 馬上有輕 一次轉了 這些東西 我想想想想 這樣呢 嘩 這份什麼事 啊 用來墊底 這份 很吵 哈哈哈 炒了熟了 剪底 先用啓得 啓得 天径 正体 車工廟 剛剛那一刻亂了 好像冬鐵的情況一樣 以前整條馬鐵線都是這隻色 如果我沒有記錯 因為沙田圍沒有舊版 所以看不到 不過我只看後面的車輛有沒有這個情況 車工廟 沙田圍 第一成 第一成 大家看看它的顏色也是這樣 第一成 第一成 石門 大水蝦 行安的顏色我也覺得很漂亮 大水蝦的顏色也是很少 我剛才忘記房最新的份 就是第二新的份 大水蝦 行安 還有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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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开始先 这次趁着这个机会应该都要转一转 就由乌鸡沙开始先 应该这样 乌鸡沙 反而它最新的粉 它一开始整条线都是颜色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说什么 我觉得反过来 逻辑顺口点 但现在没办法 因为它的线的确是转了 那我的方向也要调整一下 大水虾 是 石盆 对 不能强 第一扇 第一扇石盆大水坑 大水坑石盆第一扇 硬是觉得好像卡住 沙田的位置 车工表 车工表 然后开始大围不用理他 我放天径在这里 天径 卡德 送黄桃桃鞋没有旧版 到时再放进去 然后黄布 黄布我也不放 因为刚才放在转石站 因为我放在官航线 然后就不放了 河文铁 然后红磡也不放 因为在冬铁 然后煎沙醉 也不放在冬铁 然后尖沙醉 尖冬都是一样的 我现在放在冬铁 现在放在冬铁 冬鐵是淺藍色,馬鐵是啡色 以前那時應該整條都是這顏色 接下來就是淺藍牆 然後到全灣西 美孔也是在全灣線 美肤在全弯线 红铁线 不过你问我,我当然喜欢它,整条线不同颜色,漂亮一点,七彩颜色 原来很平 原浪,忘了放在这里,别说话 原浪 天水卫 少康屯门 终于 终于 那一疗我决定不处理 因为我印象中那一疗,其实我已经是筛选过 应该是帮人拿,重复 所以就不搅拌 那一疗 少康屯门 屯门 屯门我都没有最舊粉红色的版本 好,那接着就是冬冲线 冬冲线我都是比较少的 冬冲线我都比较少的 冬冲线我比较少的 变了无物 冬冲 现在呢 那个变了挺大搭 因为它变了团马线 很大搭 现在 这个 合拼了之后 实在是一条很长的行车线 那就是冬冲 清衣 清衣的色也是转过 不算转得太厉害 很惨啊 我在林通车之前 去过一次冬冲那陆 打算拿指南 但结果呢 它是已经不派旧货 你知道冬冲又软 车货又贵一些 变了好像白走一趟的感觉 不过都不要紧 都有进去吃了些东西 走走 好啊没有 九龙 九龙好像有多份 是不是香港来的 香港 一路二来都是灰色 那跟着 机场 报案馆 这样 对 对 以前呢 去机场报案馆拿的时候 是空磨一人 任你怎么拍都行 非常之 好啊 我觉得 那不过 好久没去的 这个放开 先 接着 最后就到 将军路线了 收拾完这个就完 不知道 有没有人 那么有心思看到这里 我相信就没有了 康城 以前我有个朋友 住在康城 那跟着呢 他会定期帮我拿 所以都叫做多了 以我不去的情况来说 那些摆盘都算齊 而且他有一个朋友 或者他有个亲戚 有个小孩 都是喜欢草 所以他就都常常会拎 不过 现在那个人都应该大 过来都没有再玩 不过我自己在这玩 将军路 由一样 就是这里 很多属 都会拆开 这种花柿 可以帮你 但是我也想拆开 那些赞 看我 现在还可以帮你先 这种花柿 好 虚实 这种花柿 鸡肉 今天终于收拾完了,谢谢大家收看今天要继续的影片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